佛陀教法的精髓 其实要清楚了解 什么是因做的行为 什么是因摒弃的行为 对修行者而言 知道怎么过生活 罪剧意义非常重要 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 什么是修行 什么不是修行 什么不是佛法之间的差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难以置信 有个人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人相处之道 在于无限的容忍 所谓好的修行人 不是指心中没有愤怒 痛苦的人 而是懂得如何在愤怒 痛苦生起时 立刻照顾他们的人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我们认清事实本性与否 真实本性的特质一直都是不变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认知自身具有的真实本性之后 我们就开始转变了 就像一把火炬就能驱散 跟千节累积的黑暗一样 觉悟的心能看清事物的本然面目 觉悟者所见的是一种单纯的真理 它是万物的本质 空的喜悦的且充满光明的 中文字幕提供 佛陀是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 以帮助我们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解脱 佛陀是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 不是爱 以为我们提供的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的心有转换角度的能力 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各种问题的能力 就是从一颗温柔的心开始的 任何人都能发展出这样柔软又多样化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经常观想佛的向好光明 想佛的无量功德 想佛的一阵庄严 研读经典时也要思维经典里的境界 这都属于异佛 如果不常观想佛的境界 众生难免没事就胡思乱想 不是太阳的vide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当我们得不到所求时 就觉得人生失败了 但当我们连接到究竟层次时 无论是寺院或修行中心焚毁了 或有人诡谤冤枉我们 都能如常安详喜悦的微笑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星星 想象天空的虚空广阔 无始以来的纯净 星星的体就像天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禅修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培养一种开放、好奇、柔软的心 当拥有情安的心时 禅修的障碍就不会发生